民進黨 怎麼看待中共或中國 是把它當一個敵手啊 敵對嗎 我們是把中國當作 另外一個國家來對待 也就是一片一國 或是中華民國 台灣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兩個戶不隸屬的關係 但是我們不是把它當敵對來看 因為鄰居嘛 你只是要交流 要和目相處 但是這個敵意是從他那邊來 因為他認為說你不接受 接受他一宗的立場 你就是判逃了一審 那如果依照中共的這個要求 我們要接受一宗 那等於我們是把主權讓渡出去 等於我們放出大的利益 去交換小的利益 那這是我不肯的 交換了一宗以後 你接受一宗以後 你就成為兩岸成為內政問題 你說你國際不能干預 那你可能慢慢會輪回香港的第二 就是一國兩制 那看你要走向香港這條路呢 還是走到我們現在主權獨立的現狀 我想這是個選擇 我應該會讓大家看好 你們有兩個事情 你會做好多事 就會有一個問題 你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會覺得這條路呢 其實一定是往討論和思考 你不是誰 我在這條路 我們只是來